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要用舒肥的方式來煮它 安娜 不知道舒肥是什麼的齁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要先把它裝進袋子 裝不下捏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 句子 不要亂玩喔 好 接下來醃肉 嘿 帥 黑胡椒 海鹽 翻面 喔 接下來又是傻眼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幫它按摩一下 下面的朋友 讚 師傅裡面其實有說 可以放迷迭香進去 但我覺得黑咖啓啦 我們準備一些家裡面有的 好 我們來放一點義大利香料 義大利 一口出雞 你喝看看就知道了 欸 欸 欸 哪裡來地路都可以 要殺你老百姓 嘿嘿嘿嘿 小屁 接下來呢我們要把它收真空 可是我們家沒有真空機 所以我要用強著我朋友 焦大略董哥焦的水壓法 真空蛋要記得可以用耐熱的唷 哇 丟進去 蓋上去 在這個過程中 就可以去睡個覺了 哇 好了 進冰水可以把它的那個肉汁給收進去 所以你可以讓它洗個冷水澡 喔 來了… 滋滋的這一種 好香喔 要死了 完成 完成 擺盤完成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這兩塊看起來也太大塊了吧 幸好 我們先來切開看看 舒肥法之後的剖面 究竟有多麼驚人 好香喔 這個節目 我會輸出的贊助 等一下 我講很快 不知道大家在外面會不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在煎或烤很大塊的肉的時候 就會覺得外表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一起來覺得 生的 不然呢 就是熟了 一起來下去就 這怎麼這麼柴呢 這時候你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它 就是 舒肥法 舒肥法呢 它其實就是低溫烹調 它可以讓食物均勻的受熱 保持食材原本的營養 以及它原本的味道 這一台 呃 它 它除了可以舒肥之外 你也可以設定慢燉的食用溫度以及時間喔 掰 掰 神之好切喔 喔 你看看這個粉紅色的肉 Oh my god 欸 剛剛有看完嗎 很快速吧 你看這粉紅色多美 Oh amazing 請後面幫我上一個光 我跟你講 你咬下去的時候汁會在你嘴巴裡面噴發 重點是 非常的嫩 有沒有很美 我沒有想到 我也能成功 你們牛排喜歡吃幾分熟啊 我個人其實是喜歡吃五分熟 就是有一點帶血的那一種 因為我覺得那吃起來比較嫩比較多汁 優雅 來圓一個夢好了 因為我看人家 美國有一些IG 他們都會做戰斧然後整支拿起來看 喔 你看這個婆妙多漂亮 嗯 再咬一口好了 欸 我也是個氣質的少女喔 好想要就直接這樣整根啃喔 可是不行 這是一個我要 今天要營造出一個貴婦的感覺 而且它吃起來其實非常的有嚼勁之外 可是它又非常的嫩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我應該要吃起來 然後它吃起來 然後它吃起來 這裡還有醬汁 這個醬汁是剛剛用那個煮剩下的那些肉汁做成的 所以它其實吃起來還有奶油的香氣 讚 剩下這個有點難切所以我們就直接拿起來啃好了 絕對不是因為我懶喔 吃完了 這個先放旁邊 接下來要來記起我們的第二根了 這根比我的臉還大 WOW 我是牛拍臉耶 嫩到爆炸 你看這個 PINK PINK 我的嘴啊 你看這個粉紅 我真的一定要一直拿進給你們看 因為這就是少女的顏色啊 然後我第一次聽到舒肥這兩個字啊 其實是在我的那個嘉義朋友他們那邊聽到的 因為他們就一群 一群中年男子 對吃非常的講究 所以他們當初在說 這個舒肥幾度到幾度幾個小時 你看這個肉質怎麼樣怎麼樣 這一台機器它其實還可以那個什麼 慢燉蔬菜 可是因為我有點懶 所以我就沒有用了 好 謝謝廠商 這就是人生啊 好像剪短頭髮喔 那就是因為嚇 einige 其實還不餓 青露 留 obliged 對面其實應該要作一個人跟你一起吃 所以我現在的對面就是你們 所以你們現在是在用什麼知識看我的影片 剩下這一塊骨頭了 吃完了 雙刀流 吃完了 等一下我蔬菜還沒吃完 吃完了有沒有覺得我今天整個人都upgrade了起來 食材升級 烹調升級 廚藝也升級 Oh my god 讓我們感動個三秒鐘 好啦你們想關... 然後用酥肥的方式 酥肥出來的牛肉真的非常的好吃 也都非常的軟...軟... 非常的軟嫩 就是它切下去 它在你嘴巴裡面是有嚼勁 但又非常的嫩 一咬就斷著這一種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大家有興趣我還可以自己去吃吃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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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來看 吧 ціの笑貓 什麼 budgeting 我們來看